現在傳出說這個韓江沛啊 原先是黨高層最先提出來的 但是韓江兩個人談完之後 黨中央才說這個副院長 可以考慮其他的人選喔 那傳出說韓國瑜是有傻眼 那請問市長怎麼看這件事 因為這個部分我不是那麼清楚 不過我希望就是大家都一自信啦 那如果是韓國瑜跟蔣啟泉 尤其蔣啟泉當副院長 啊這麼優秀 啊黨也有這樣的一個方向 啊就把它明確化吧 市長我們想問一下 那個最善良的三立來了沒有 哈哈哈哈 在這裡在這裡 市長這個韓江沛事前 有一天跟黨中央都通過 都通過 那黨中央能理解我們的想法跟理念 我非常謝謝江啟臣委員 發揮了大五位的道德勇氣 一起來承擔這樣一個挑戰 市長怎麼看現在是副虧其有意 也想要針對院長的位置 我們對個人的想法 不予評論 我跟江啟臣聯手 是希望立法院能夠讓人覺得 煥然一新 有強大的改革的動力 要做全國民眾的立法院 忠實的反應人民的需求 帶動整個國家前進 對個人其他人的想法 不是在我們考量之內 那怎麼會選擇江啟臣委員 我覺得江啟臣委員有點寂寞 你們問他兩個問題吧 市長 連外市主主席的溝通都沒有問題 有溝通過 有溝通過 那下禮拜一應該會有一個黨內所有的立法委員的一個集會 到時候大家應該可以心中有話 把河盤拖出 市長這一次交上去的照片 這一次交上去的照片 好像是很多年前的照片 我們這個江啟臣聯合發表的臉書 講得非常的清楚 我們有最大的誠意來扮演好忠誠的反對黨 八百萬的臺灣民眾 期待我們能夠辦一個忠誠反對黨 能夠監督執政的民進黨 做出一個最有效的監督 那既然我跟啟臣聯手 也跟民眾黨講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能夠藍白和 江啟臣委員不光是鼻子大 他心胸更大 他立刻又放出 然後讓民眾馬來跟我們藍白和 這都已經釋出最大的善意 而且是真誠的 不虛偽的 好像這次的照片都沒有更新 那就非常感謝大家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我跟江啟臣委員會堅定 我們既然攜手雙進雙出 我們就這個組合 來迎接未來立法院政府龍頭的一個挑戰 那也尋求最大的支持 我們會雙進雙出 我想這是一個核心的理念 再次感謝大家 謝謝 市長今天今天是宴請不分區的立委們嗎 是要爭取大家的支持嗎 是爭取大家的支持嗎 有信心拿下院長嗎 院長有信心拿下院長嗎 這個立法院長要韓江沛你怎麼看 因為外界認為蠻酷的 韓江沛當然很好了 不是說四年以前 韓國瑜就曾經想找江啟臣選中副總統 那江啟臣就在中部那個地方 他基礎蠻穩固的 而且他好像也有意選下次的台中市長 所以我想 韓國瑜找他 互補性蠻強的 那另外當然韓國瑜為什麼 因為立法院副院長跟總統副總統不一樣 總統副總統是在一張選票上面 兩個人 那立法院長副院長是分別選的 不是表示我選了韓國以後 江啟臣就變成副院長 而是兩個要分頭去選 那分頭去選 所以兩個都要去拉票 那一般來講 以前沒有過前例是院長去指定一個副院長 其實以前沒有 但是可能立法院縣有別人也在活動副院長 也許韓國瑜不希望這個人變成副院長 所以韓國瑜就要找一個他主義的人這樣 那我好像看媒體燈說 黨中央說並沒有規劃副院長 這也蠻奇怪 照理這樣也應該規劃才對 不過我看這個韓江佩他們昨天講得很好 他們說如果民眾黨願意推人 他們就離讓 所以他這個等於是一方面 這個阻止黨裡面其他人 對副院長有意或是想要競爭 一方面也跟民眾黨說 你也可以推薦一個人 那倒是民眾黨態度蠻奇怪的 我就有一點 你到底要怎樣 你要自己選就講你自己選 你要支持其他的人就講你支持其他人 要不然你也可以講說我自己就是不推人 我提出四個主張四個意見 看你們誰 這個答案最讓我滿意我們支持誰也可以 因為他也沒講他自己推不推人 所以現在就變成有一點裝神弄鬼 扑朔迷離 我覺得民眾黨態度也應該自己清楚一點 如果你說好我自己就是不推人 然後你們隨 你們隨著回應 我們能夠接受我們就支持誰 這也是這種講法 那現在搞得其他兩黨也都有點擔心 說我們回應半天 搞不好你到時候還自己推人 或是你到時候說我開放 讓我的黨員隨便自己去選 所以現在有一點 大家在那邊摸不清楚 到底民眾黨想要幹什麼 但我覺得一個黨開大門走大陸 你要幹嘛你就講清楚可能比較好了 議長對於那個韓國瑜立委當時宣佈說 要跟江澤民無搭檔 參選 爭取這個政府院長 好跟大家報告 我當過六屆的立法委員 所以我知道政府院長非常的重要 所以政府院長呢 要能夠公平的主持議事 那第二個呢 一定要以人聞本 不管是預算或者是法案 一定要以人聞本 那當然站在中部的立場 爲了中部的發展 爲了中部得到更多的重視跟資源分配 我個人是支持韓江沛 那尤其呢 在副院長方面 我們樂觀其成 樂見啟成 那所以呢 韓江沛 那對於我們中部地區可以 我相信會得到更多的重視 更多的資源分配 那有聽到說那個 韓國瑜要搭配江啟成 那怎麼辦這個 那是不是說現在終身帶的接班要是 韓市長不管到哪裡 都會發光 江啟成 我政大外交系的學長 鼻子很大 又才華 所以韓江沛絕對是 最好的搭配 我相信 由他們來接下來 帶領新的國會 絕對可以 強力的監督實證 市長那個韓國瑜現在 除了跟江啟成一起搭配 這個立運的龍頭 不可不可以同時也保留台 是說如果民眾黨願意合作的話 張學長有人心願意退 那你怎麼來看 韓國瑜跟江啟成兩位立委 其實都是黨內非常優秀的同志 那兩位同時宣布要選政府院長 我們都給予告分的期待 最重要的是我們面對在野的監督的力量 大家要以民回天 來傾聽人民的意見 好好的發揮民主自然 更重要的我們希望 都能夠為臺灣的未來 找出一條更安定環遊武器的路 所以我欺負祝福他們 加油 因為經過這幾天的討論 因為國民黨現在要立法院的院長 政府院長要推韓昌沛 那你們自己的意願是怎麼樣 韓國瑜跟黃國昌 然後趙少康也喊話說 副院長就讓給民眾黨嗎 韓昌沛是誰講的 就是傳出他們願意這個 然後像昨天有問到一些藍營的人 他們也都對韓昌比較好 因為他們好像比較不信任黃珊珊 哇這實在太有趣了 韓國瑜跟黃國昌 這實在是 這個畫面很難想像